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第八章有一段是我很喜欢的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然中受了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著他们乐捐的厚恩 我可以证明 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是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再三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再三地求我们 给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我相信今天的经济开始不好 整个的中国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 我想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弟兄姐妹 可能面临的是失业 或者是他的公司面对很多的压力 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过这样的一些情况 我就有一个见证 昨天一个姊妹就跟我分享 她原来在一个很大的机构工作 突然她的老板跟她说没有工作了 然后呢 但是呢 又不能把她解雇掉 所以呢 给了她两千块钱的 基本的生活费 每个月 然后她还是凭着信心来奉献 结果她也请我为她祷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祷告的效果 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 还是怎么样 我为她祷告了 第二天她去interview 她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我不是要说 我不是说我的祷告那么灵 你不要误会啊 你没有工作的人 不要来找我 我一定为你祷告 但是我不能够保证你一定有工作 这是上帝的主权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很有意思啊 她告诉我 她因着信心 忠心地在教会改善她的十分之一 所以这份新的offer 她打开薪水的一个package 一看 是她前一份工作的起薪十倍 十倍 十倍 我说这个姊妹就在我们当中 她一月份要一月结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想鼓励大家的是说 奉献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奉献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尾声 奉献是你 不是你因着上帝的缺乏而要你给神 而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这个贵重的恩典 而你有一个感恩的回应 所以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 你是凭着信心的 你也是凭着爱心的 保罗在这里说是 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就是常常被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 所供给的圣徒 我也常常的供给我身边的圣徒 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 colonia 这个团契的一个生命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等一会儿可以有扫码 也有传奉献带 如果我们扫码不清楚的 我们可以在大堂的外面 有我们的二维码可以扫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你是供给我们需要的神 你是没有缺乏的神 你却是把那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 今天这个主日 也让我们在你的家中 对你的恩典有一个回应 你愿意鼓励我们中间 每一个弟兄姐妹 是按着力量 也过着力量 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感谢赞美主